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粉加水揉成一个偏硬一点的面团醒面30分钟 其实您看前面的步骤和做凉皮是一样的 如果在冬天制作擀面皮最少需要24个小时 最近天暖和了也得18个小时左右 那句话怎么说呢 想起来了 美好的事情经得起等待 就像美味的擀面皮也是需要时间的烹饪 面团醒好后加水洗面 这还挺费胳膊的 你以为做好吃的那么容易呢 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是比较费功夫 费了老半天 五斤面才洗出来这么点精华 水洗至清澈就差不多了 面水盖上盖子沉淀6个小时左右 面筋上锅蒸20分钟 最近开始给小宝座身高管理了 每天15分钟的弹跳蹦高 我们楼层的隔音不好 怕影响到邻居 让他在沙发上蹦一蹦 这蹦着蹦着呢 还有点上瘾了 每天呢 这个时间差不多在半个小时 我犯了一个错误 老爱在孩子面前说 你看你都不好吃饭不长个儿 说的多了 孩子也特别在意自己的身高 和小朋友在一起呢 老爱比个子 好像无形当中 已经给孩子造成那种 我不如别人的这种机敏 真的以后得改一改了 不过最近呢 他要长高的一碗很强烈 只要我说 这个能长高 他都很配 我怕尿床 你怕尿床 那现在还早吗 睡还有一会儿呢 咱上床之前尿尿好不好 不好意思 又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题外话 面睡已经沉淀好了 倒掉上面的清水 如果您要做凉瓶 或者烙面瓶 接下来呢 就可以直接倒面水 或者烙了 做擀面瓶 还需要再加上酵母粉 发酵一个晚上 今天就不和大家分享 拌凉瓶的调料了 您可以回看我2月1号的视频 都有详细的做法 今天多钱 今天是4块5 4块5 4块5 多钱 4块 嗯好 你要多少钱 5斤吧 行 把这2斤都差不多 好 多钱 1倍35 1倍35 做个擀面瓶 我真的是操心了一个晚上 半夜4点多 起来还看了一下 已经有小泡泡了 擀面瓶的面水要发酵至闻起来 微微的发酸 如果发酵时间够了 但是闻不见酸味呢 还需要在这个家常发酵的时间 倒掉上面的清水 把淀粉水搅拌均匀 开微微的小火 把面水倒进不粘锅 开始不停的搅拌 慢慢把液体搅制成固体 我一共搅了足足有40分钟 真的有想把锅扔掉的冲动 胳膊上没劲你根本是搅不动 我还算是有劲的哈 搅得我是酸疼的不行 搅成不粘手的面团 太不容易了 我发誓以后呢 再也不做了 真的是太累了 好了 面团呢一定要趁热的 开始给它揉 不能让它放凉了 放凉了以后呢 做出来的面皮是硬的 把揉好的小面剂擀开 擀的是越薄越好 不过咱技术有限 我怕擀的太薄了容易烂 擀好的面皮 这会儿看还是很有弹性的 刷油放进保温的地方不能凉了 做擀面皮的它们都会裹上面被 咱们自己家里有烤箱 就放进烤箱 开启发酵功能 擀了10张 落起来 开水上锅蒸20分钟 今天是两瓶肉夹馍配稀饭 有两个孩子不爱吃皮蛋 我就熬了两种稀饭 南瓜红枣粥和皮蛋瘦肉粥 擀面皮也蒸好了 太期待成果了 哎 失望 还是失败了 我也是按照做擀面皮的朋友说的步骤和方法 想不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有会做擀面皮的朋友可以帮我看一下 还好可以补救 我又请拍了几十张擀面皮 我不是想着你妈妈换的那个啥吗 我也想学一学的手艺 你看人家这两瓶 金的 为了做个擀面皮 我和小姨从昨天1点多到今天的12点 哎 算是白忙活了 还浪费了那么多东西 剩下的面水我准备做成烙面皮 试试看能吃不 我们宝鸡正宗的擀面皮 都是不放菜的 咱们自己吃 来点蔬菜 营养更均衡 油辣子一搅开 这个擀面皮看着更有食欲了 卤肉在我12月31号的视频有分享 想做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中午吃稀饭 我总觉得像早晚饭 怕孩子们吃不饱 肉和馍呢 都买的比较多 每个人预计是三个 哎 哎 我来帮你吧 我来 谢谢 烫 烫 烫 没事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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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你喝好吃的 那我们的吃饭 确实真的好像室友 跟老人吃 老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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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皮肠手中里面 我们放那个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放过了 还有生姜粉呢 生姜粉 生姜粉 你放不是有生姜吗 嗯 不一样 生姜粉 还有个蒸味 还暖味 蒸味暖味 然后我爸妈给我说说 你多喜欢放青椒粉 青椒粉 特别好吃 哎呀 你真是这个 嗯 行家哈 吃货行家 是不是 不敢当 不敢当 嗯 就靠手 阿姨我吃完了 今天吃的有点葱 吃葱了 把两碗面皮 然后三个 三个 三个 嗯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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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